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费萍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案臭动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现场 老师好 费萍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台股的开红盘日 按照惯例在这边还是先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恭喜发财 大家兔年行大运 今兔年操作也都能够扬眉吐气 红兔发展 前兔市井 在过年的时间 今天大家应该有看特别节目了 都跟兔有关的这个新年贺词 来祝大家兔年行大运 除此之外 跟着我们的龙斌老师进场来布局的好股票 都能够怎么样挡挡大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台股 开红盘第一天表现如何 在这个过年当中 今天我们一个有看到美股 就对我们的台股开红盘 有很大的期待 对不对 果然今天开盘的时候 今天是大涨了560点作收 来到15493点 桥总值也来到了3297亿元 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好的开始 在我们的兔年 到底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把握兔年 这样子一个好年 好的开始跟着老师 还有我们的会儿 我们进场来布局的老师 我想就如同刚刚这个飞鸣说的 在台股封关这12天的时间 这个美股 整个总的加起来 当然一开始是有先往下压回的 但是随即 尤其在上个礼拜 火力全开 四大指数同步的都往上涨 那累积12天下来 我们看到 这个道琼涨幅稍微少一点 只有0.2% 不过其他的包含像标普500 涨了1.99% 将近2% 特别是怎么样 特别是在肺半跟科技股的一个部分 纳斯达克跟肺半 在过去的去年 原本是最弱势的一个族群 不过今年以来 却是一路气势如虹 在这12天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肺半指数 大涨了将近5%之多 那另外 这个肺半也涨了超 这个 纳斯达克也涨了超过4%以上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带动 看到我们今天台积电 几乎都快拉到涨停板了 对 涨了8% 8% 那也带动整个 整个全职股 也同步的配合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 这个收盘 整个加圈指数 居然大涨了560点 是创下了台股 有史以来 开红盘 最涨幅 最大的一个记录 太棒了 那我想 这是一个好的一个彩头 好的开始 好的开始 成功了一半 那我想 希望在今年 这个大盘 也能够摆脱去年 这样的 真的是让大家摇头的一个行情 真的 没错 那不管怎么样 随着今天的一个大涨 我不晓得投资朋友 你在今天 你做了什么的一个动作 记得我在封关之前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对 我说如果说这段时间 美股是大涨的 可能在一开黄盘当天 台股就上去了 很多股票一开盘 那就喷上去了 是的 所以你不是等到 台股已经大涨了 很多股票都喷上去 甚至于工程涨停满了 你再来追 对啊 什么7%了 8%了 9%了 再来追 不是说这样追 你赚不到钱 可是我说 这样子 除了说让你自己 暴露在比较大的风险以外 相对的也压缩到 你一个利润 对啊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既然年后 对 有机会大涨了股票 你就要怎么样 你就要在年前怎么样 对于这些股票 你就要事先 你去做一个布局 否则今天大涨上来 如果你没有留意一些 筹码面的一个强弱 在今天大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去盲目乱追一通 其实坦白说了 对 这个风险还是蛮高的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开红盘 要大涨的股票 你当然怎么样 你当然不是等它涨上来 再来追 你是要怎么样 因为有些时候 你想追你还追不到 对啊 对啊 因为股票 你看有些股票一开高 可能就怎么样 可能就8%9% 甚至于很快的怎么样 就手上涨停板了 对 我举个例子 就好比说这个风关期间 大家都看到 我们说过美股 同步都是大涨的 对不对 那其中 涨对桌的是什么 涨对桌的其实 也是一样去年最弱势的一档股票 那一档股票叫做特斯拉 特斯拉 特斯拉 对 马斯克的特斯拉 对 那这个特斯拉 在这个风关期间 这12天 它涨了多少 猜猜看 它涨了40% 40% 40% 涨了4成 才12天 而且这还不含假日 对不对 那你看特斯拉的一个大涨 当然也带动今天 整个电动车的一个族群 也是同步的一个 全面的一个进阳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你可想而知 市场上的这些专家 权威 是不是开始用争先恐后来干嘛 来追这些车用的概念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过了 这些股票 有些一开包 一开高 可能一开就是5%以上 甚至于有一些甚至短短 不到一个小时 怎么样 就直接锁上了涨停盘 没错 那对于这些股票 你今天再来追 坦白说 你来得及吗 没乎啊 就算你来得及 你是不是让自己 成本也跌高了很多 而且怎么样 而且你也暴露在一个 很高的一个风险 风险里面 所以相较于 我说今天 全市场 全市场都来追逐 这些所谓的车用的一个概念 对 你看 我们在封关前 我这个会 我讲这些话 我都负责任 会员都可以做见证 我们在封关前 我们有没有 就开始领先市场 布局了一档 怎么样 一档 协同纯正 也就是一档 正宗的一个车用的概念股 而且还不仅如此 这一档车用的概念股 怎么样 它还具备双引擎 什么叫双引擎 就是双重题材 对 那既然是双重题材 双引擎 你想 两个引擎会不会跑得 比一个引擎还快 当然会 双引擎 对不对 力量也很大 另外你不要说什么 两个题材 它发销的时间 发销的程度 是不是也比单一个 一个题材 要来的 这个效果要来的大 对不对 那这一档股票 我这样说好了 好 它为什么叫双引擎 为什么叫双题材 因为它有两大的一个主力产品 对 第一个 叫做攜带式的什么 紧急启动器 是 好那我们刚刚也讲了嘛 这段时间什么涨最多 涨最多 车用概念 车用 尤其是电动车 Tesla涨了40% 那既然是电动车 什么最重要 电力最重要嘛 电动车你没电 那还搞什么啊 对不对 不会开了 对不对 就完全不能动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既然电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攜带式的紧急启动器什么 它是提供怎么样 临时供电 只因为我们说过 电动车户你开办没电了怎么办 不行啊 对不对 对啊 你这伤脑筋的事情 在郊外都不方便 没有错 所以如果说你有这样的一个 攜带式的一个紧急启动器 来提供紧急供电之用 是不是相对 你也万无一失 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市场很大的 很重要的 因为整个电动车的一个需求 而且整个电动车的这样的渗透率 普及率是越来越高的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随着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个攜带式的紧急启动器需求 还有未来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市场也会越来越大 就是第一个 我想这个不用我再多解释 对不对 第二个叫做什么 第二个叫做绿能加速器 绿能 那什么叫绿能加速器 它就是透过加入整个超级电容 然后让这个电池的供电能够稳定 我想不要说电动车的供电要稳定 你就在家里的电脑里供电不稳定 你泡了一下就烧掉了 对不对 供电稳定是所有电器东西里面 是最根本的一个要求 所以既然电动车现在都已经渗销成伤 都已经整个渗透率普及率都越高 当然这个有关于这个所谓的让整个供电稳定 而且还能够降低油耗跟转速提供马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绿能加速器 当然未来的市场你也可想而知 对不对 这也是一样会水涨船高 而且最重要的这个绿能加速器 光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什么叫绿能 绿能就是节能 现在环保意识抬头 为什么现在电动车这么流行 就是它没有污染 所以既然是有一个绿能的一个加速器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车用的概念 对不对 它还具备节能的概念 尤其现在高油价的一个时代 所以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说它有双引擎有双题材 所以它发酵的时间会比其他单纯 只是一个车用的一个题材 时间要来的长 而且幅度跟程度都会来的一个大 那你看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这样说好 今天开盘不到一个小时 就直接攻上了掌听盘 恭喜啊 那如果说开盘不到一个小时 就直接攻上了掌听盘 结果你今天你看到哇开始涨了 你再来追 你来得及吗 你追得下手吗 对不对 是 所以那第一掌到底 是什么样的股票 是具备所谓的双引擎双题材 我想所有的一个会员 因为这张股票 我们所有的会员 每一个会员都买到买进 恭喜大家 而且在风关之前 不是今天 看它涨上来了 再一窝蜂来追 这个所有会员都能够做见证 OK 那这档股票 是不是来 是不是2230的 太貌 恭喜大家 其实这档股票 如果是我们老朋友的这些 所谓的听众朋友 是 这档股票是从过去 也做了好几趟 没错 对不对 而且每一趟 也几乎都没让大家失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又卷土重来 最重要的 我们说过 我们有没有在封关前 全部会员都先买进 先买好 然后你看今天一跟上来 谁会来不及 对 你告诉我谁会怎么样 谁会买不到 都赚到了 好 那除了我们会员买进的 这样这个领先买进的 2230 那你说 还不是会员 我们只是听众 我们只是股市罗宾看的 这个官方账号的一个 lite的好朋友 那怎么办呢 我也没忘记你们 真的 对不对 我是不是在封关前 我一直告诉各位 是 封关后 要开始涨的股票 对 一样 封关前 先来买 我们就开始布局 所以我们才特别 帮各位规划了一个 短期存股的一个活动 记不记得 有 什么叫短期存股 相较于 好 所谓的存股的话 可能是一年两年 我说不用 一个月的时间 OK 叫做短期存股 对不对 那这个短期存股的一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你 让你的本金放大 我想各位看到 今天大涨 对不对 那其实 以目前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氛围 大家都在预期 那有没有机会 这个行情能够逐渐的摆脱 这个熊市的一个结构 那你想 如果说 在过去 每行情 我的话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可是如果说 能够真正的摆脱熊市 迎来一波新的一个牛市的话 那你看 后面的标股 有没有很多 对 当然会非常多 没错 接着一档的一个发动 那既然后面标股会很多 有行情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看了我的节目这么久 你跟我这么久了 当有行情的时候 我们帮各位 找到 掌握到了什么 五成啊 一倍的股票 是不是 比比皆是 对不对 对 而且 每一年 都没有例外过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未来 这些如果有机会 涨五成一倍的股票 会一档接着 一档的一个发动 一旦未来 牛市重新来的时候 那你当然现在要把你的 怎么样 要把你的本先养大 对呀 你现在本养大 你未来能够买更多的标股 你是不是能够赚得更多 是的 所以这档股票 我们在封关前 当股价还躺在那里的时候 是 我们就领先进场布局 那今天我不敢讲 涨很多了 至少涨了4.6% 也不错 那你告诉我 你存定存 利息有这么高吗 才两天的时间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哪一个来不及 你哪一个赚不透 所以最重要的 还是方法 OK 所以说听 我不要忘记了 到底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来布局 这档好股票呢 想知道这档股票 到底接下来 该怎么进场的好 恭喜我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钟时听众 根据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进场 来布局的好伙伴们 恭喜大家 老师说呢 好多股票 在过年前呢 带大家进场来布局 对不对 我们的会儿伴们 都有这档股票 就是我们双引擎 双题材 包含携带式启动器 还有绿能加速器 这两个怎么样 优点于医生的 这档好股票 2230的泰帽 今天不到一小时 就攻上了掌停板 恭喜我们的会儿们 还有我们的钟时听众 来 如果没有赚到老伴们 没有关系 还记不记得 老师在过年当中呢 一直有跟大家说 不要忘记了 要在我们的Lite 对后档当中 打加一 要带大家进场来 布局我们的 这一档好股票 就是呢 我们金兔年老师 帮大家精挑细选的 底部骑涨股 今天表现如何呢 也不错哦 涨了4%耶 最后天我们 他还没有喷出哦 老师说都还有机会 到底要怎么跟紧呢 待会儿在节目 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上哦 不要走开 马上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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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